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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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安 大家好 我是路加 那今天呢 是馬吉 馬拉丘以格的第一天 第一天只有一個小時 我目前是跟老師談說 第一天第二天一個小時看它的狀況 第三天第四天增加成兩個小時 這樣慢慢增加 那馬吉還睡覺 那我整理一下東西準備帶他去了 那因為今天只有一個小時的關係呢 我想說就去保育園附近的咖啡廳 吃個早餐等馬吉 其實是蠻擔心馬吉的 因為馬吉現在好像已經有一點會認 媽媽跟爸爸 不知道他能不能適應 保育園裡面是不能拍攝的 所以我不會拍到保育園裡面的樣子 希望你也順順利利囉 你起床啦 早安 我還要 準備今天要去上學啦 哇 今天一個小時的上學耶 有沒有好緊張啊 哇 你現在會 浮浮前進的耶 好厲害喔 每天都有成長 哇哇哇哇哇 嗯 嗯 他最近這樣一直噗噗噗噗噗噗噗 現在會 刺刑運用嘴巴很厲害耶 噢 噢 噢 欸咻 準備出門囉 準備出門囉 麻吉要去上學了好不好 有沒有看到這個就知道要出門了 他最近坐車的時候 手會從背景裡面伸出來想要抓旁邊的人 然後旁邊的人都 啊沒關係沒關係 這樣 嘴超好 那剛才已經把麻吉送去拖音了 我現在在咖啡廳 那麻吉剛才沒有哭耶 其實非常正常 他今天呢會在保育園喝一次奶 再看看到時候情況如何 那這個小時呢我就來吃一下早餐 我是來三媽咖啡 那我點了一個 一個馬鈴薯丹麥麵包 然後還有 巧克力可頌 還有點了 黑糖絕餅奶茶 這個我是第一次點 其實我覺得有點大杯 因為這一款飲料只有這個size 很可怕 我們今天保育園結束啦 耶 看起來好像適應的還不錯喔 老師有跟我說 麻吉有因為其他小朋友哭 嚇到 也一起大哭 除此之外呢 都算適應的蠻好的 那老師有說呢 麻吉他喝奶真的是喝的比較少 差不多 今天只喝個30cc 跟大家講一件很感動的事情 我今天過去的時候 竟然看到有個老老的老師 就直接趴著為麻吉喝奶 我就覺得超不好意思 我就跟老師說 不好意思 就是因為麻吉真的是出生 對於喝奶問題 就比較麻煩一點這樣 老師跟我說不會不會 我們會找到最適合麻吉的方式 然後我剛才看一下 學校的聯絡簿 老師也有寫說 就是他們會一起 努力找出麻吉舒服 然後也好喝奶的時間 真的很感動 老師真的都很溫柔很親切 因為我其實本來算 已經有做好心理準備 麻吉可能會被 呃啊 老師 麻吉可能會被老師放置 我看還看到老師這樣趴著餵她 真的謝謝老師 老師說因為麻吉也算是 適應的算還不錯吧 那明天可以放兩個小時試試看 好痛好痛 哇你想跟媽媽跟卡丁嗎 不是啊 你明天兩個小時可以加油嗎 明天再接再厲 嗨大家好我是烏江 今天呢 唉就是因為意外的 習慣保育也是有點忙 唉呦好痛好痛 所以呢就沒有拍這麼多影片 這次影片已經是習慣保育已經 好多天了 那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幾天的事情 那當然呢這幾天 麻吉依然喝奶非常的不順利 但是我覺得老師他們真的是 非常的有心 我去煎麻吉的時候 老師跟我說 哇麻吉今天喝的好多喔 他第一次一餐喝到60cc 我就說 哇老師你是怎麼餵的 結果大家知道吧 老師竟然是 把奶倒到杯子裡面 用湯匙一口一口餵麻吉 唉就是我聽到的時候 真的覺得 超想哭的 就覺得老師真的很用心 因為一般人 會做這種麻煩事情嘛 我不是覺得真的很感動 老師們他們做這個工作嘛 當然最好的就是 老師老師們非常的盡心盡責 很幸運的就是 麻吉他們老師真的很用心很認真 他竟然願意做這種麻煩事情 只會讓麻吉可以多喝一點奶 我真的超級感動 就真的那時候很想哭 唉唷 那我跟我朋友說 就是麻吉開始脫嬰的時候 大家就比較會問一些問題嗎 就是 主要是照顧問題啦 那我們其實也蠻幸運 唉唷 因為這家保護員的那個人數沒有很多 小朋友 最多也才六個 那現在加麻吉也才三個 老師就五個 所以其實 他們老師真的就是 幾乎是一個顧一個啊 就是比起那種陀鷹 其實更像是保母 那當然說之後 到新的月份之後 可能小朋友的人數會變多 但是最多也是只有六個 其實這一點是讓我覺得蠻開心 我覺得他有點想睡覺 我去讓他睡一下 等一下喔 睡覺覺是不是啊 媽媽當然是睡覺覺吧 就其實這家真的 是讓我覺得很感動 也很欣慰 然後我真的是打算 心底的感謝老師 而且跟大家做一次超好笑的 就前幾天我去撿麻吉的時候 就是麻吉是一個 對聲音非常敏感的小孩 他只要一點點聲音 他就會醒 然後聽到別的小朋友哭 他就會一起哭 就我們今天去外面的時候也是這樣 那老實說他最近我比較習慣了 然後我前幾天去保育員的時候 我就發現 就是我要進門之前 看到那個他們教聖門外面 貼了一張紙 寫說 麻吉對聲音比較敏感 就是請所有職員 都要小聲一點 我就是因為我平常照顧他嘛 所以我就可以想像 麻吉到底是有多小的聲音就會起來 我覺得對老師他們超不好意思的 那也真的覺得他們很用心 因為其實真的是多虧麻吉 開始去保育員之後 我開始有一點時間可以工作 也比較有心靈上的餘育可以面對他 目前看也適應的滿好的 而且我自己覺得因為他們小朋友 人數少的關係嘛 應該比較不容易生病吧 是 目前是沒什麼問題啊 就希望可以繼續保持 等一下文單要回來了 那跟大家分享我們之前買的 Furusato Noze的聖香葡萄送到 誒我馬加掉下來了 嗨大家好 我現在在社古的Hikariye 那今天呢 是我非常非常喜歡的台灣設計師品牌 Sezong在日本的時裝秀 Sezong的品牌設計師呢 是申子晴 我認識他已經好幾年了 那個時候呢 差不多Sezong才剛在日本開始辦秀 那現在呢他們已經在日本辦了很多年 在日本闖出了他們的知名度 而且他們現在有成立在日本的公司 那因為秀是下午4點 那現在是中午 我先去吃個午餐 然後也來邊跟大家聊個天 等一下去看秀 好那趁現在等我的午餐 就再跟大家聊一下 就其實我平常是很少這樣出來 尤其是現在有麻吉 那個時間這麼短 但是呢 就是Sezong的秀 是每年我都一定不會錯過 會排出時間的 看到一個台灣設計師在日本這麼努力 在日本的時裝界有一席地位 其實身為台灣人真的是很感動 而且我記得去年的紅白 就是有阿蘇比還有穿這一種衣服 看到的時候真的內心是很激動 很感動 看到品牌的知名度 越來越大也是很開心 那我自己是很期待 今年的秀 等一下帶大家去看 跟大家說我多扯 我剛去吃飯吃一吃 然後突然一個人坐在我前面 我想說欸有人坐這位置 就我抬頭看 竟然是他 你怎麼知道我在這 我在外面想說我要吃這一家 欸怎麼那麼強 我真的嚇一跳耶 因為我今天就想吃這一家 我就想吃港幣 我已經很想吃這一家 想說我一定要排一下 我之前也是跟你吃這一家 對對對 好那現在我們在排隊等入場 等一下就要進去了 超緊張 在哪邊想說 在哪兒 那是誰 是誰 我都在哪兒 我也是 是誰 我都在操場 我都在走 在哪兒 你不在哪兒 我都在哪兒 我都在這個家 我都在這家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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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苦了 好棒喔 我覺得很震撼 而且每次看一場一場都越來越盛大 越來越豪華 這一次的秀主要就是 這一種一路走過來的軌跡 我覺得那個視覺感是很強烈的 因為我們覺得一個女生 她成長後的中 畢竟一定會經歷很多好 但她身上都會留下 一分無面的事情 其實我們也有反映出 就是現在一個就是 資訊量很爆炸的世界 然後有很多真真假假的消息 但是就是呼籲大家 就是現在的正式的生活為主 然後不管如何 我們身上的那些花都會 好不好都會痊癒 然後在服裝上 就會變成很多 一個破壞的感覺 撕裂的感覺 但是她還是優雅的生長 很期待就是 SATOM接下來會帶給我們 更多更多的作品 就是這次是第一次出現在我的頻道 但之後呢 如果有來的話 我也會跟大家分享 那之後呢 可能會跟SATOM有一個很特別的合作 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謝謝Gio 謝謝路講 加油加油 好 請加油 掰掰 掰掰 嗨 大家好 我是路講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覺得 看起來有點狼狈呢 好 這支影片呢 其實本來是麻吉的習慣保育 可是因為麻吉就是開始發燒 所以這個習慣保育就中斷了 那等一下我會帶麻吉去看一下醫生 他就是凌晨突然發燒 燒到39度 然後又大吐特吐 然後我們就蠻緊張的帶他去夜間病院 然後醫醫生呢 就收他的喉嚨紅紅的 可是顏色還不錯 先開退燒藥塞劑給他這樣子 然後已經到了今天已經是第三天了 他的燒還是沒有退 昨天晚上的時候燒到40度 因為日本之前都綁架 醫院都沒開 那今天終於就不是廉價了 所以我等一下要帶他去看醫生 好可憐 我覺得好不舒服 你看看起來好無辜對不對 媽媽出發今天再幫你量子體溫 媽媽出發今天再幫你量子體溫 37度6有點微妙 覺得他應該是感冒 因為他也開始喉嚨沙啞 咳嗽 流鼻水 你也想快點討我 好可憐喔 嗨大家 那現在我們已經看完醫生回來了 哇真的超累的 我們先去看小兒科 然後驗了是不是 喔流感還有新冠肺炎 哎唷你大腿踢 然後就兩個都不是 哎唷 你要抓相機啊 然後小兒科醫生就說 也有可能是中耳炎 所以叫我們去附近的 耳鼻喉咳看一下 然後附近的耳鼻喉咳呢 等超久的 等了一個小時 然後感覺 麻吉就肚子餓餓的 可是還有他後來睡著 那反正結果也不是中耳炎 那應該是喉嚨造成的感冒 反正剛才呢 已經給他吃藥又喝了一頓奶 反正就先好好休息 對不對啊 寶貝啊 你看起來好不像生病 你好有精神啊 那今天就是我來叫你照顧他 等文當回來之後 和文當接班 不然我沒辦法工作 哎唷 轉 轉 希望你趕快好聚來對不對 媽媽我心疼你生病啊 嗯 嗯 嗯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